为了备战3月8号开打的世界棒球经典赛 台湾各路棒球精英选手积极备战之余 也不忘情做公益 参加一年一度的捐血活动 而今年单纲捐血大使的嘉宾 就是本届的经典赛提训36人成员之一的 富邦汉将捕手戴裴风 在中华之棒上个赛季 他出赛103场比赛 敲出七鼠之安打两发全力打 打击率虽然只有2×54 但在捕手手背端的表现上 高达9×92的手背率 让他一度被外界视为国家队捕手战力的重要议员 但结果却出乎众人所料 没能入选最后的选手名单 成为最大遗嘱之一 心情没有受到太多影响 对 因为这次有机会去 就是跟这些中华队一起训练 就已经让我觉得很开心 对啊 那即使最后没有入选 那大家就是站在为国家一起拼战那种角色 对 或者是可能推到后面 就是跟大家一起帮中华队加油 所以我觉得就是自己心情不会受到太多影响 甚至就是回到母队我们也可以 就是把自己调整好 因为也有跟中华队的练习赛 那自己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帮助到中华队 也是很好的机会这样 有机会的话想要去真的是 很想要去参加这种就是强度很高的国际赛 对那但前提就是说今年的赛季 我要先把自己顾好对啊国家队又选我的理由 不然有更好的人选他们也不会选我 那我自己相对就是要把自己准备好在今年的球赛 如果到时候真的有机会为国家去比赛 那也是一定是会全力赴这样 尽管没能成为经典赛代表选手 目前还没打过城镑级别国际赛的代赔峰 依然不气呢 瞄准年底的亚运以及亚冠赛 而除了选手以外 同一时Uni Girls的艾璐也是今年捐血大使之一 同时她也将领衔湘明戏称的 中华队最强战力经典女孩 在经典赛中闪亮登场 不太会紧张其实蛮兴奋的 因为我还没有跳过国际赛 然后也是我第一次然后又可以在台湾跳 所以自己是蛮兴奋可以参加WBC 距离万众瞩目的经典赛 在开打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相信除了爱录以外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 也早就已经兴奋期待WBC的到来 也期望中华好手们 届时能够不为强权押近 展现出台湾棒球的不俗实力 YTU台采访报导